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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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静美彭厕族 政务遗传 求加持 那关于本课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量力保障论 能够坚持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加入串奖的人已经到了30课了 那这次我有在个别的通知了一下 谢谢那个上次李慧跟那个刘美平两个 那课本讲义的话大家都知道了 那思考题的话是在每一册的最后 课判的话我们现在已经送辞加到第六品了 第29课已经到了 正在第30课上面 那配合串奖人的讲解 那我马上会把第30课补上去 那今天的讲义呢还是这个英明概论 上课的方式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这个 上次索达基看部的视频 然后预习 然后呢 主讲的人会讲这个快一个钟头 那我们现在思考题 是讨论一下已经到了一个钟头了 对不起我打了我cancel 那已经太慢了 嗯好 那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判 我们现在在顶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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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这些什么东西啊 你跑出来了 对不起啊 那个我想可能是有 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电脑 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 昨天晚上我的电脑被 Refresh Restart 所以会跑出那些新的东西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在那个 比试资金的方式 那现在是显现跟浅于正知的方式 那先总说了缘起的方式 然后呢要讲这个显现 跟浅于的自信 那18个19个先讲显现 那在先讲了静的实相 讲了缘起的方式 现在呢 第四根三最主要是讲 是静是一致的 那上一次已经讲了如何一致 而且上一次已经在建立 限量非决定的时候 讲了一些非决定成立之真实的理由 然后呢 现在要讲这个 上一次也讲了 遣除彼此不合理之说的前面的限量 破例的方式 好那到这一刻的话 就要宣说决定 即违背这个限量 就是决定一定不是限量 建立决定蓝色 繁体色分别念 那这边就有一个急受 那这个急受的解释会比较长 然后以定解断绝真意的道理 那这边就介绍了真意的这个名词 然后说明阿舍林之意趣 这边也有讲是 撒迦班智达是怎么说的 这就一个急受 然后呢 在分别不取境 不取限境这里 那这边就讲了三个太过 第一个太过就是 若显现则破例因成顿时 这是一个过 那第二个过呢 太过就是说 一境之所有名称皆为一名 那换句话说 就是都变成没有差别了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那再一个太过的话 就是用繁体来辨别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浅余 那就不是限量 那这就有一个半急受 那今天就是到这里 那这样子我们就请那个 美瓶师兄来上来吧 好 各位师兄姐 大家晚安 那今天是由我来串讲 那等一下如果说串讲有错误 或者是不足的地方 请大家在帮忙 就是帮忙更正或补充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要进入第四评 那第四评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建立跟潜移 这两件事情这样 那前面刚刚科盘有讲过了 它就是一个总说跟别说 那总说的话就是在讲这个圆取的方式 那圆取方式它有两种 一种是五分别 一种是名分别 那无分别它又分为颠倒的无分别 跟无颠倒的分别 那名分别是一样 也是有颠倒的名分别 跟无颠倒的名分别 那就是有这四种 那第二个大科就是在讲 就是决定各自的自信 就是别说 就是在讨论判决 什么是显现 什么是潜移的自信 那18课到19课呢 这两课就今天的课就在讲显现 那接下来20到25课就在讲潜移 那在显现上呢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就是说 先说有三个科嘛 一个就是所缘净的实相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所缘 那接下来就说能源 能源的话就是我们的新市 那它也有一个它的圆取的方式 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市的外境 外境跟我们的这个新市 它是怎么样如何一致的 然后来建立限量 不是就是非决定 那我们上礼拜讲到 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上礼拜我们讲到近的实相 就是外境所缘 就是说以显现的方式的话 跟市所对的就是一个本体 然后一件就现了它一个不能变多个 然后多个也不能变一个 它不会有说有明或不明 这样子就是一个明显一个不明显 这样子所缘的外境是这样 那市的缘起的方式呢 能源的这个部分呢 它也不会现不相同的 你不会说你看到的时候 在你的根式出现 又是白色又是蓝色 而且它的显现 不会有这种轮番显现的方式出来 就是说它显现就一下就显现了 不会说一下看到无常 一下看到住址 一下看到所作 但是在分别式是可以的 所以说不管是所缘或能源的外境 它的近式是一致的 那上礼拜有讲到 什么样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外境有多少特点 心境也会有多少特点 它的近跟式是没有错乱的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这一刻 接下来又讲到建立限量非决定 也就是说呢 这个限量不需要具有决定性 它是一个如实照见的 也就是它是要成立这样子一个真实的理由 那成立了这样真实的理由以后呢 就开始浅除它不合理之说 浅除它的不合理之说 那上礼拜我们就有讲到就是说 它的不合理之说有哪些 那我们怎么样去破它的不合理之说 所以就会有一个 从这个限量来行破例的方式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限量 那你说限量它不具有决定性的话 那英明前派就说 那怎么样能够破例呢 那这个 至终就说呢 限量它有行破例的方式是可以靠这个 虽然它没有决定性 但是它可以靠自立 也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以决式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塌力 来破 行破例的方式 也就是这个是正程至终的一个说法 那接下来呢 魁二呢 就是说在破它中宣说 若决定则为限量 那这个就是本课的一个内容 那宣说若决定则为限量的话 它就是有分三颗 那我们就往下 往下再看 对 它这三颗呢 就是建立决定蓝色繁体式分别面 那在前面 就是前面 在寄送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 就是说英明前派 它的宗是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宗 那虽然这边没有寄送 那这个是丁师兄把他嫁进去的寄送 那很谢谢他 也就是说他们对方提出说 柱子上有蓝色所做无常这些特点 那这些特点的无常呢 产生认知的时候 这种分别面就成了一种浅余 那浅余的非无常的缘故 这是他们所承许的 但是呢 如果是执着蓝色这件事情 他们承许就是说 无常的繁体执着 可以安利到浅余当中 但是如果是对柱子是蓝色 这件事的执着找不到落脚点 那为什么 他们就认为说 这种执着它是一种分别面 不是限量 执着蓝色非限量 而且他认为也不是比量 因为呢限量没有任何分别的破例的嘛 那这个部分上礼拜已经有破过了 就是用自力跟他力 可以承许限量是有破例的 这个已经破过了 但是他们在这边 同时执着柱子也是蓝色的念头 也不是依靠推理而产生 所以它不是比量 他们现在认为说它不是比量 然后也不是潜移 而且执着柱子是蓝色 没有潜移它的违品 因此它也不是潜移的有迹 那这些到底 就是说不是属于 不能属于非量 因此 因为他们所抉择的外境是正确的 所以它不是比量 但是它又不能属于非量 所以它这样子一来 它到底是它不是限量跟比量 然后也不是潜移 到底是属于什么范畴 那接下来就会更详细的 知道他们的见解 就是我们更加说明 对方的观点 就是我们刚刚有了解到 对方有说 我们要进行回答之前 对方说 他就认为说 执着事物的这个 刹那无常 这个反体的分别念是潜移的 这是他们所承许的 因为既然知道事物的刹那性 它一定是潜移分别念 但是他们 他们就 不承许 就是说 执着事物为蓝色的念头 不是潜移 他们这个不承许的 这样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破 自重就会破它 是潜移的 那第二个就说 对方为什么如此认为呢 他就认为说 以瓶子为例 如果要认识瓶子的无常 必须要遣除 常有的执着 这个他们会承许 因为凡夫从 无始以来 就有一种执着 瓶子常有的窜息 然后并且往往也是 进行思维分别 然后认为瓶子是常有的 但是他后来通过一些推理 就是比量了解到 瓶子是刹那无常的 然后就对瓶子无常的 这个执着呢 潜除了他的唯品 就是常有的执着 也就是说 执着瓶子无常的繁体 是潜移 这是他们承许的 但是呢 对于执着瓶子是蓝色的 分别念了 他们认为说 靠限量就可以产生了 就是说 这个瓶子是蓝色的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破 事实上这个不是限量 在此之前 他们认为说 谁也没有认为 这个瓶子不是蓝色的 也就是说 这不是蓝色的争议 没有产生过 那如果这样 那个心绪当中 升起这样 执着蓝色的念头的时候 并没有浅于他的唯品 所以他不属于浅于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他中 就是一名前派 对方的观点 那接着我们就开始 要用寄送来破斥 那浅于是一种分别念 那为什么会执着蓝色的瓶子呢 执着蓝色的瓶子 那他们认为是限量 也不是潜移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在加班自打 这边就成立至终 来告诉他们 其实在执着这个蓝色的瓶子之前呢 已经产生限量了 那这个限量所见的对境 是不可分割的事物本身 限量是不会分别 这是蓝色 那个不是蓝色 那上礼拜 丁师兄有跟我们讲说 就是在于协斯丁论里面 就是第一个就是率耳心嘛 当然率耳心是跟对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限量 那后面会想产生那个 寻求跟决定 在产生寻求跟决定 那是一刹那 一刹那以后呢 在限量照见蓝色对境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产生 这个寻求跟决定 就说这是蓝色瓶子 所以是一种 这就是一种分别面 然后也就是一种 具有决定的分别面 可以把不是蓝色的瓶子以外的这个繁体呢 全部把它遣除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分别面 就是用遣除 而不是像对方所说的 是一种限量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已经分别面了 限量就只有一刹那这样子 所以当你执着是蓝色的时候呢 这是自重 就是说非蓝色的这个白色 青色红色其他颜色都被遣除了 这个才是建立蓝色它自己的本体 接下来 林师兄 所以实际上这种分别面 就是一种浅瘀 林师兄请往下面走 下一页 好 那这边呢 就更加说明 它在历破的同时 也就是说 当我们申请这个分别面的时候 你并没有想到说 我现在想的蓝色不是白色 不会这么想 也不会这么说 任何的一种思维 就是说你所想的 或者是说你透过 说的这个语言都具有 遮破建立两种能力 那这一点在适量论也明确讲到 那什么是遮跟破的两种能力 比如说把这个蓝色的东西拿过来 拿过来给我拿过来的时候 并不需要你在旁边进行解释 就是说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蓝色是除了黄色白色黑色以外的蓝色 不需要 只要你建立就说你有语言的时候 蓝色的时候建立这个法的时候 那其他的微品就同时遮除 就说不是蓝色的东西都被遮除了 那心里面想也是一样 就是说思维也是一样 当我在想这个蓝色的时候就是一个利 那间接就破了 就遮除了 也就是利破是同时的 间接就破了这个 遮除了蓝色以外的各种颜色 所以其他的颜色争议肯定不会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执着蓝色的分别念 也是一种就是一种暗示 就是浅添 当然这种分别念并没有明显的遮除 很明显的遮除微品的争议 像下面这个例子 比如说柱子是插纳性 并不是常有的东西 这种可以看得出是很明显的遮除 微品的争议 就是把不是常有的东西把它遮除了 柱子是无常的插纳性的遮除 但是有一种就是说 只要说不需要很明显 就是只要执着脑筋存在一个分别念 或者是说说出一个名称的时候 它的违品就全部被遮除了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事物本体的法 全部都变成违品了 就像前面说 这是蓝色东西 不管你是心理想或者是水巴说 其他违品都遮除了 不需要很明显的遮除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成立 蓝色的执着一定是 其实分别念也是浅鱼 不是像一鸣前派所说的 到底是不是浅鱼 是不是什么分别念 他们都不承许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设计 那依靠这样浅鱼能不能得到真实的志向呢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误德的部分 实际上浅鱼并没有真实的对劲 因为我们知道浅鱼就是 在你的一个分别念当中 它是一个总向法来进行执着 比如说你在想一个 如果说浅鱼也有一个 除了蓝色以外的固定性的对劲 也就是说你现在只要一个蓝色的东西 但是你现在除了蓝色的以外的东西 你又想了一个固定性的 比如说一个红色的瓶子 你本来只是一个蓝色的瓶子 可是你又除了蓝色以外 又有一个固定性的对劲 比如说红色瓶子 那么到时候 就是说你在浅鱼的时候 我们在说蓝色或想蓝色的时候 就不一定得到蓝色的 因为你的分别念里面 还有一个固定性 除了蓝色以外 可能还有一个红色或什么黄色东西 所以你就不会得到蓝色 因为蓝色的浅鱼的对劲 如果是蓝色以外的话 比如说你又你的蓝色里面的对劲 又有一个红色的法的话 那你就不会得到蓝色 会得到蓝色以外的法 就有这种可能 但这是因为就是说 我这次所想的蓝色以外 其他的对劲是不存在的 我没有蓝色以外的一个固定性的对劲 我的固定性对劲就是蓝色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把总相误认为致相 然后就是把总相和致相误认为一体 从而得到照了镜的蓝色 那下面我就来看这个例子 误得照了镜的致相 就是说你把总相误认为致相 并以真实获得对劲 也就是说人们所需求的这个照了镜 蓝色的致相最终一定会得到 比如说你内心 你的脑海里面有想到一个蓝色瓶子的总相 就想或者是说你听到一个水的声音 这个都是总相 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你的总相 然后去找你可以找到水 你可以找到蓝色的瓶子 这样子也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对别人说把蓝色东西拿来 但是我心里面想我要取蓝色东西 所以这个蓝色东西不管是布的蓝色 大海的蓝色或蓝天的蓝色 把总相误认为致相 就可以获得真实的对劲 在这一段里面呢 在这个这一段里面 其实有人就问 丁师兄在这边没有把它写出来 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有人说 那怎么会得到蓝天的蓝色呢 其实实际上是可以相似性的得到 重点是相似性的得到 比如说你透过照相机拍摄蓝天 那蓝天这个总相 它这个形象已经拍下来了 那也就是相似性的蓝天 那你也同时你会跟这个相似性的蓝天 产生了一个相应的这个掩饰 这种就是一种得到 是一种相似性的得到 因为你掩饰依靠色法而产生 在产生蓝色掩饰的时候呢 这个饰已经变成了 对近蓝色形象的能取了 那即与对近形象相同的能取 所以蓝天的蓝色也可以成为照了境 那我们前面有学过就是说 这个照了境呢 它是一种不欺狂的有境的一种对境 比如说我听到一种 听到水声我可以找到水 所以它不管志向或总相呢 或者是说它真实的限量 和比量的对境 全部都可以包括在这个照了境里面 也应该可以这样讲 就是自己的分别念 将总相误认为志向 在这种情况就可以获得它的对境 那前面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有学过 这个误得照了境志向 那接着我们就再讲 内观自证许为量 因为这种对于蓝色的执着 从外观的角度来看 它毕竟是一种 未经推理的分别念 所以不属于正量 但是从内观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种自明自知的自证室 那这种自证全部都可以 包括在自证限量当中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 什么是自证限量 正如陈那论是在即量论所讲的那样子 就是分别呢 分别亦许为自证 就是说分别念也可以承许 它是自证的 所以从内观的角度来看 凡是符合实际道理的分别念 全部属于自证的限量当中 那不仅如此 不符合外境实际道理的分别念 从内观角度也可以说是自证 那为什么不符合也算 那第一评里面就讲过 像我们看到的毛法二院 外境角度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从试的角度来看 它这些呢 它是与试的本体是五二五别 就算它是一种错乱的境 但是因为它是从试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理解为自证这样子 总之不止 不是不仅是正确的分别念 从内观角度也是自证限量 错乱的意思 从试的本体的这个角度来看 也是可以安利在自证当中 当然如果是从外境的不存在的 这个部分呢 侧面它是属于飞量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讲到 什么正量飞量 为什么有些算飞量 有些算正量 如果飞量是从外境来讲是飞量 如果从试当然就是正量 那前面我们已经有学过了 所以我们从医民 依靠医民这里观察 从内观角度 所有的分别念 都可以包括在自证限量当中 所以因此不包括在限量比量 潜移中的过失是没有的 就是一名前派 他们刚刚开始提出这个疑问 就是说 执着蓝色的柱子 到底是属于限量还是比量 还是潜移 他们都不承许 对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过失 那接着呢 就在用定解断绝争议之力 那什么是定解 那英明前派认为呢 就是说透过这个五分别念 就可以产生有决定性 那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见解 正确的一个见解是 有分别念才会有决定性 然后才能产生一个定解 那这个定解它有什么的功能吗 依靠这个决定性的事呢 它能够断除它唯品的一切争议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定解跟唯品的争议 这两者就像光明和黑暗 是不并存的 而且是 是不并存 而且是相伪的 就是说你要以定解决定 能够遣除争议 譬如定解保 登论里面 讲到就是说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 如果能够生起了决定性的定解 比如说前后世存在 因果存在三宝有加持 佛陀是亮师父的 那么它的唯品 比如说相伪的这些唯品 这些怀疑 邪见 邪分 也这些唯品都会被遣除 全部被遣除 而我们至终认为 无分别念是没有决定性的 对 就是一名前半是有决定性的 无分别念是没有决定性的 至终是认为 因为呢 如果限量有决定性 那肯定能够断除争议 但是断除争议并不是限量的工作 或者是说作用 这边就更加说明什么是争议 那在争议广说来讲 《波尔经》里面就有32种争议 颠倒分别念 来宣讲 那所谓的争议 就是本来不存在的 反而认为存在就是争议 那本来存在认为不存在 就是损减 完全是一种邪知邪见 或者一种捏造虚构的分别念 那这样的争议怎么样能够 就是要靠这个决定性的并解来解除 比如说我们用决定性的分别念 认为这根柱子是蓝色的东西 在产生这样分别念的当下 就不会有这样子说 这是不是蓝色啊 这是红色黄色或红色的情况出现 这样怀疑与争议肯定就是被遣除了 所以我们依靠 医民证理进行观察 从内观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分别念都可以 包括在自证限量当中 因此不包括限量比量 潜移中的过失是没有的 师兄请您继续按下一页 所以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定解与争议这两种分别念 绝对不会同时存在 因此学习英明会逐渐消除 自相续当中许多杂念 和分别念 对大家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 接下来这一段是上师的勋勉 算除争议与无形 也就是说 人们讲到 现在有些人下课出问题了 其中之一就是 因为在相续当中 已经产生了可靠的境界 那我常常在提问题 就是我没有产生可靠的定解 然后升起定解以后 他的违品 像写面写之一问 疑惑就全部自然消除了 那以前自相续当中 有很多的这种 胡思乱想的分别念 就全部都根除了 而且透过学习英明和终观 从内心伸出对大乘佛法 真实升起了不可退转的信心跟正经 所以任何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定解 都可以断除所有的违品 如我们通过 就是英明了治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从此以后 我的寿命是常有的 住址是常有的 这些争议就会统统断尽无疑 那接下来就第三个 在宣说若决定限量 如果是有决定性的话 那这是错误的 这是违背错误的 决定真意二意识 它是用浅余而圆取的 不是用限量的 那我们去了解一下为什么 当我们说 这是住址是无常的时候 这是一种决定性的定解 住址是无常 我们可以是决定性的定解 而且是对的 那争议就是错的 但是呢 就是说跟定解相伪的 这不是住址 你明明看见住址 但是认为它不是住址 或者说住址本体不是无常 是常有的 不是所做的 这些非礼作意都是属于争议 所以决定跟争议 它一定是相伪的 那不管怎么样 就算是相伪 可是它们两个都是分别念 这一点是相同的 而且它不是无分别的限量式 所以两者都是用 潜移的方式来取外境的 所以它们两者不是限量 那它们是怎么样 用潜移的方式来圆取外境 那我们先讲定解 比如说我认为这是柱子 那柱子以外的事 就被全部遣除了 不是柱子的都被遣除了 然后你就建立柱子的本体 那这样子的话 在分别念前面 这样子取对境的一个走向 那接下来讲争议 刚好是相反的 如果我认为柱子是藏有 那当时候这种非礼作意 是非礼 这种作意是非礼的 但是在这种作意的面前 柱子藏有以外的无偿品质等 其他事都被遣除了 也是以这种方式在圆取的 圆取对境的总向 不管是对的或错的 都是这样子圆取的 用分别念的 所以这种呢 就是决定跟争议 这两种有劲呢 都是潜于 不像英明前派所承许的那样 执着柱子可以是限量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它绝对不可能是限量 所以这边就破了 更加说你决定争议 二者非限量 然后记得在本论的制式当中说 承许限量见到蓝色的繁体 是不合理的 这不过是分别念 因为限量它只能见到它的本体 繁体一定要透过分别念 才能够见到繁体 所以英明前派呢 往下 所以英明前派有些论师认为 我们前面有学过 他们就认为说 我用限量就可以见到柱子上 蓝色柱子上蓝色的繁体 但实际上是不可能见到的 因为繁体是用分别念来安利之步 以前藏地就有些论师就认为说 蓝色在本体上存在 那有些就认为不存在 那到底繁体存不存在呢 克什米尔班自答对 赛加班自答这样回答的 我不懂什么蓝色的繁体 反正柱子就是蓝色 就是本体这样子 也就是说他不曾许限量 他可以见到蓝色的繁体 只能见到本体 因此我们应该了知 蓝色本来是柱子的本体 但是在分别念的面前呢 蓝色既可以是本体 也可以是繁体 当然柱子还可以分所作 无常这些繁体 但是这些都是假例的 在分别念是可以的 然而英明前派有些论师 却认为一个法上面 存在许许多多 实有的繁体 是实有的 不是假例的 这样一来 只要见到蓝色的时候 眼视就能够见到蓝色 等各种繁体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分开显现和潜意 丁师兄往下 眼视其实只能见到分体 分别念才能见到蓝色 所以他们就把它搞混了 没有把它分开 丁师兄再往下面 丁师兄 你有看到吗 没有 我没有 我看到17 我没有看到18 你等一下 出去看看 好 好 你看得到吗 我没有看到17 我没看到18 它是没有在动吗 没有动 现在有出来了 好 那等一下 十七因为最后还有一条 你看到了吗 有看到了 好 那等一下 我先在写一下 写 然后再回来 哦 对不起 好 最后还有一条 最后一条 对 如果分开二字 就可以了 这个还没讲 对 如果把这两个分开 那蓝色是不可能被限量见到的 否则的话就有限量能够见到蓝色的繁体 却见不到无常的繁体这些过失 那这句话大家可以 可以讨论一下 对 好 然后这边就讲到决定性能断除争议 刚刚那个寄宋嘛 怎么叫做决定性 法称论师在试料论当中这样讲过 决定的分别心能断除其为品的争议 那比如说 以柱子非为常有 就是无常的分别面 来断除柱子不是无常的争议分别 并且声音和名称也能断除一切 一些分别的争议 那声音和名称为什么能断除 一切分别的争议呢 后面应该会想到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说用说话 就可以说 拿我蓝色的瓶子拿过来了吗 那只要是这样一说的话 那所有的这个不是蓝色的这样子的话 或者是错误的这些 而不是属于蓝色的瓶子就会被遣移了嘛 所以他讲话啦 就可以了 或者是蓝色这样也可以断除一切分别的争议 做声音跟名称就可以了 那 所谓这个对境一字体的限量呢 却不能断除分别的争议 因为它的作用是无分别的取字项之境 对境一字体就是本体 前面我们讲过嘛 限量它所造建的就是本体这样 即只要呈现在面前的对境 全部无语的造建 仅此而已 它是不具有决定性的 这个适量论的校正在蒋阳洛德汪波 尊者的著书当中也引用了 意思就是说 决定的分别心能断除部分的争议 那名称也可以断除争议 比如我说住址的时候 住址以外非住址的争议 全部都可以断除 这个就是潜于 潜于有名言跟心事 潜者是语言上的嘛 就是说话 住址那就潜于了 后者是心事上 就是我的分别念 我的想的 总相想的一个这个柱子的一个形象的时候 就潜于了其他不是柱子的东西 所以说实际上呢 语言上的这个潜于呢 归根结底还是包括在心事的潜于当中 因为你在心事里面有这样子一个一个总相嘛 你就会把它说出来这样子 如果没有心事的潜于 仅仅依靠语言 则不能进行破例的 那这些道理后面还会 还会讲 因此 我们就是大家应该 把一名前派所承许的 无分别念有决定性的说法 是完全错误的 结论呢 仁波切这边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只要是无分别的心事 他肯定是用显现的方式来取自己的对境 只要是有分别的心事 他肯定是有决定性的 这样的话就能够遣除这个正义 好的 那接下来就说明阿瑟里的意趣 决定争议2014前额原曲 然后也就是说他们两者呢 不是限量 决定跟争议 那为什么 因为限量呢 限量他是不能断除争议的 因为限量只能显现对境 不能断除他自己的违品 断除违品不是他的作用 不是限量的作用 只有分别心才有断除违品的功用 那我们的心绪当中有两种分别心 一种是正确 一种是错误 比如说你执着住址无常的分别心 这种是正确的 它是符合实际道理的一种潜移 那前面讲除断除争议的 就是从这个讲述讲的 就是断除一些违品的争议 是正确的 那执着住址常有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分别心 虽然他也断除了自己的违品 那自己的违品是什么 认为住址是无常的 但是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虽然他也是潜移 但是是错误的潜移 那一名前派所承许的 既是限量又有决定性 是非常不合理的 限量他是没有决定性的 那我们在此按照 撒加班智达测试理者的观点 进行分析 然后来进行破斥 那这是阿瑟里的译区 那接着呢 就前面讲了建立非量 非决定 然后这边就在讲说 那前面是讲这个 无分别的限量 他是没有决定性的 那这边的话 相反的 如果是用分别心呢 他也不会出现这个险限境的 如果说出现这个险限境 像限量一样的话 那他就会有一些过失 那第一个过失就会这样子 有一个破例阴沉顿时的过失 那我们来看 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说 以分别念或名称来取险限 即以显限的方式来衡量外境呢 世间当中所有的破例 有无是非都变成一体了 那什么是分别 怎么样是分别 您分别以显限量 就是说分别念或名称取外境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就是是 方式是否定非他本身的名言 就是说否定 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名言 比如说自己本身就是柱子 那你在讲柱子的时候 其他柱子以外的事物 就全部被否定了 所以你就建立了这个柱子 这样子一个法 所以在我们分别念当中呢 这样名称或决定性的分别念 就是柱子 我们以前有讲过 就是对总相的执着 不是用显限的方式来衡量外境 就是用浅余的方式来衡量的 如果分别念或语言 他可以用显限的方式来衡量外境 那就是外境的志向上 任何的特征都会跟显限的方式来衡量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说柱子 你在建立一个法的时候呢 那这根柱子所有的繁体就已经显现了 就已经建立了 照理说这个繁体应该是浅除了 你在说柱子的时候呢 除了这个柱子以外的不是柱子的东西 都他的所作啦 就是他除了柱子以外的东西 他都应该是要被遣除 但反而全部都显现了 这样子的话就你的力跟破呢 你的潜移跟建立都是在同时的 这样子有过失 比如说我想柱子的时候 这根柱子所有的特征呢 包括所作无常 应该在我的心中全部明白通大 这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刚 刚刚至终的这个论 至终的这个论点 就是认为呢 你在想柱子的时候呢 你这些所作无常呢 就会被 就是一些繁体就会被遣除 这边刚好相反 就是他反而全部都明白通达了 这样子就 力跟破都同时产生 这样过失 还有这根柱子的有啊无啊 是非啊 他的生命过程 应该在我的心里面 全部浮现出来 这样子的话 这是在讲他中 其实这是错误的 不会全部浮现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心里面想柱子 建立柱子的时候 那这些全部都建立了 这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想这不是柱子的时候 那不是柱子 柱子的所有特征 也在我心前全部建立了 因为他用显现的方式 他的分别念就是用显现的方式来圆取 就会有这些 这些样子的过失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语言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那世界上只要说柱子的人 就会通达柱子的全部特征 那这样子的话 柱子是所作 他是不是无常呢 这种怀疑都不会有了 事实上柱子是所作 他是不是无常呢 这个是要用分别念来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显现的 而不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那个同时 然后就是用分别念这样子 推理出来 不是说用显现的这样子 全部就出来的这样子 因为只要会想会说柱子的人 其实心里面出现柱子的时候 他就已经通达柱子 无常特征 这是一名前派就认为这样子 所以就会这样子过失 然后进一步说呢 因为一切诸法的本性无常痛苦 所以他们如果分别念 是用显现的方式来衡量的话 那每一个人只要想 一切诸法的时候呢 在他的相续当中 那一切有漏诸法的四大本性 无常不尽苦物 都会自然的证悟 那这个也是一种过失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 因为分别念不是用显现的方式 众生说虽然会说会想柱子 但是无常的观念 不一定能够在相续中生起 所以会说柱子的人前面 我们经常也用自信音 柱子无常所作之故来进行推理 那这边可以解释一下自信音 什么是自信音 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 师兄 我这边先讲一下自信音 好 自信音就是说柱子无常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柱子 它是一个所真事 无常是一个所立法 那所作呢 它是一个因 那柱子无常 然后所作之故 那他自信音就是说 他所成立的这个所立法呢 无常跟他所成立这个因所作呢 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些相 就是一些相细属的关系 那因为有一些相细属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试法因呢 然后推理出来 等下后面我们会讲就是说 他可能知道所作 但是他不知道无常 那透过这样子一个自信音 这样子一个论事呢 他就可以进行推理这样子 这里说明就是说 我们的分别念语言 并不是如理如实的这个 衡量或了知外境的特征 否则就是说 你一说地域啊 那地域所有的特征 就会在我的口里面现前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这样谁都不敢说话了 所以分别念 不会用显现的方式来取近的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 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谓的限量 如果从对境的角度来看呢 则是一法无有明不明 那刚上一节课 我们有学过了嘛 就是说我们在限量的时候 从这个近的角度 从外境的角度 当你看到的时候 它是以经论上来讲 不是用世俗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颗 蓝宝石的时候呢 我就前面后面左右 全部都看见了 不会说有些看得到 有些看不到 它就是程序 就是说你当你限量对外境的时候 就直接看到外境的这个 事物的本体了 所以它不会有些看不到 有些看得到这样子 这个就是用显现来取近 然后呢 一法上就没有明显不明显的情况 那如果说你在用这个限量 显现取近的时候 从心事的角度来看呢 它就会有一种就是说 不会有轮番的 不会说我看到肚子 又看到所做 又看到无常 不会的 当你的心事 你跟进对境 对到这个 进的时候呢 你的根 显现出来的 就是一次就显现了 但是分别面是可以用轮番的 但是如果限量 它是不会轮番的 所以限量是不会有轮番的 出现境的情况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就是说衡量外境的时候 全部都是用我们的分别面来了之 说外境的时候呢 全部都是用语言 大概的宣说 这两者都是没有用显现的方式 现见的 不管是用分别面或用说的语言 都是没有显现 都是用分别面 好的 那往下 那接着第二个过诗 如果是分别念的话 用显现的方式 取境就为一个过诗 就是一试中取 中多名 然后十识一名非不同 师兄 请接到下个寄送 第二个过诗 刚刚23月 如果说用分别面和语言 能够取外境所有的现象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一个外境 所有的不同名称 就会变成的译名 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不同的 会有这样过诗 那我们都知道说 一件事情呢 它一定会有一些译名的 比如说 品质它也是无常 也是所作 这是从分别念的角度来看 一个事物从分别念的角度 可以取很多名字 所作无常 而且他们都有不同的 能力和作用 那如果说像一名前派 他们用分别念和语言 来取外境 就是用显现的方式来 取外境 那所有的现象 那所作无常就变成名称 因为它一显现 全部就一起显现了 就变成一体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本体就无二无别 那如果是无二无别 根本就不需要有安利 这个所作跟无常这些 如果你安利的话 它就是一个名称而已 它并没有 它的这个能力跟作用 也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名称不同 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比如说一个事物 它有所作和无常两个名称 那这个就是 就是只有名称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 它就会有这种过失 如果用分别念和语言 全部显现的话 所以我们平常在 衡量外境的时候 在分别念的前面 可以说 柱子的原型 所作和无常 那这三者在分别念前 有三种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说柱子的时候 那我们心里面就会浮现出 柱子的整个的形态 比如说它是原型的 那就显现了 那说所作的时候呢 就依靠工匠的技术进行造作 而形成的过程也会显现 然后说无常的时候 柱子到了一定的所有意外 也会这个毁灭的 这是在分别念前面 然后在分别念角度是 这三种是柱子不同的侧面 不是一体的 因为呢 所作是制造的过程 它不会毁灭 所以不会是无常 但是无常的繁体 也不会是它的本体 那只是说 我们在分别念的时候 就分得很清楚 它会有不同的特点 跟功能跟名称 所以呢 前面也讲了 如果用分别念圆取 外境所有的显现 那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呢 志向的本体就是瓶子 那瓶子又就是无常 所作就是瓶子 瓶子就是无常 这三者是一位一体的 没有什么可分的 那如果这三者是一位一体 然后又能以分别念取显现 那么一说瓶子 除了不同名称 再也没有什么可知可区别的人 也就是说 一名前派他们用 分别念取显现的时候 瓶子就是瓶子 没有什么所作啦 也没有什么 什么无常 就算有所作或无常 这些名称 其实都没有它的功能 跟作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种过失 就没有办法 靠这个因法式来进行推理 因为 瓶子就是瓶子 没有什么无常所作 他们没有这些功能的 因为他们就认为 就变成只是一个名称 那如果只是一个名称的话 就没有办法推理了 那因法式的推理是这样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必要呢 就是说 这个瓶子是无常 因为所作之故 那瓶子是所真事 然后无常是中法 那所作是因 那进行三项推理 这三项 这三者在英明当中 有不同的名称 叫做因法式 那刚刚有讲过 就是因法式他的 他们之间 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 一个 我们讲这个 自信因 自信因 用自信因来推语 就是自信因来推语 就是说 他这个因呢 跟法呢 他们之间是有相属性的 那我们从瓶子的 所作无常 不同的繁体来看 在自信因的情况下 可以立因法式 那从自体的角度呢 这个所作无常 瓶子是一位一体的 那一位一体的话 但是我们如果从 分别念的进行衡量 他就没有 办法分开了 自体是没有办法分开 但是如果用分 不是 繁体 他就可以用分别念 这样一来 我们所说的 瓶子无常 所作之故 推理的时候 就会变成瓶子是瓶子 因为是瓶子之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英明前派就认为呢 这个分别念呢 他是用显现来圆取的 那如果显现来圆取的话 他就会变成是一体的 一体的话 他就不会有这些 分别念 他就没有办法去衡量嘛 就没有办法 把它衡量 就是说 这个瓶子有所作无常 这样子啊 所以他就会变成 一个论事 就没有因法式 这样子的一个 自信因的推理了 就会变成瓶子是瓶子 因为是瓶子之故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些繁体 不管是所作无常 就是不同的名称 他们根本没有作用 跟功能的 但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谓的自信因 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是在哪里 就是说 因为我们就是 会有一些相似的错乱 在分别念前面 可能说 我知道瓶子是所作 可是我不知道瓶子 为什么是无常 但是你透过这样子的 自信因来推理呢 在不知道无常的面前 我们就会说 这个瓶子肯定是无常 因为它是所作的缘故 如果是所作 它一定是无常 就好像柱子一样 这样子你可以推出 推出来 从透过这个 这个自信因呢 因法式这样子的推理呢 然后透过这个分别念呢 把我们相似的错乱因呢 把它就是 变成正确的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别人想说 对对对 它相续中就执着 就会遣除了嘛 自信就有这样的功用 那如果说用对方的观点 就不会有这样的功用 因为呢 只是不同名称而已 所作无常啊 这些都没有功用的 它全部都是显现 没有办法去用分别 把它分别出来 那第三个就是说 若以繁体便便则成前一 那对方就这样认为啊 就说我们根本不会 由你们上面所说 这些名称互相推理的过失 因为呢 我们的无常 他们认为无常跟所作 这些是从繁体方面安利的 那对方这样说的时候 就更容易回变了 因为如果从 对不起 我下面看不到繁体 这边安利 那这个就是浅瑜了 你们说无常 所作等 全部是繁体来分 那他的有境决定 就是浅瑜 如果是浅瑜 则所作无常等 除了在分别面前 假例之外 根本不会有 他的实质 没有实质 则无分别的限量 是不可能见到繁体 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到 就是无分别的限量 他可以看到实体 事物的本体 但是他不能见到繁体 只有分别心 才能够见到繁体 所以你说用无分别的事 来见到这些繁体 这是极大的错误 因为限量 根本不可能见到繁体 所以不管是 英明前派 还是事件上 不了知正理的人 只要认为 无分别事 能照见繁体 就是不合理的 好 那这边是 所达吉 任波切的结论 就说 有些道友会认为 就说 我演示 已经见到了 蓝色 所作这些繁体 那繁体 绝对不能在 限量式面前提起 一提起 就说明 你没有通达 英明中 取对境的真相 就像我们刚才 所讲的那样 潜于是 能够分开 不同的繁体 实际上 确实是有 它的作用 那这一点以后 还会说到 那在分别念当中 本来是一个东西 可以认为很多 那很多东西 也可以认为一个 那为了明白 内在的真相 那在判断的 事物过程当中 认识潜于是 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呢 把限量式也 弄成了潜于式 那是一个 概念性的错误 这是不合理的 不要认为 显现就是潜于 潜于就是显现 这种观点 完全是错误的 其实英明前派 他们就是把 限量式也 弄成了潜于 所以 说他不是限量式 他又说他是潜于 又说是反体 这样子 就是他们就 没办法分得很清楚 这样 好 接下来 没有了吗 丁师兄 终于 请大家补充 串奖完毕 那请大家 就是 执政 补充 然后提问 那交给丁师兄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 那个美瓶师兄 在听他演讲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对这个 这一段是非常通达的 好的 那我们先看 还是按照网例 先看一看 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进入思考题之前 大家请大家 先提出问题来 美瓶师姐 可不可以请 因为那一段 就是第一个过失 就是分别 不起显现境 若显现 则破例 成顿时 这一段 因为他讲了 很多 然后最后说 第一 说第一的时候 会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一段 可不可以再说一下 因为 他到底真的 要表示的是什么 您说的是这一段吗 是这个slide吗 对对对 我们 我们在用显现 就是在用限量 来取静的时候 不是就是一种显现吗 那这种显现的时候 他 他就是 他就是说 他没有决定性的 但是他也可以破例 前面就有讲到了 就是限量 他不具有决定性 但是他也可以破例 那分别念来讲 他也是可以破例 对不对 他分别念也是可以破例 但是他就认为说 我在 就是用分别念或名称的时候 我就跟我用限量来显现一样 马上所有的破跟立 我立一个法 柱子在我前面的时候 我同时 我也可以把 这个所有的繁体 通通把他就是 就是等于就是显现在我的前面 就是说 他呢 除了看到这个柱子以外 柱子的这个繁体 他的无常 他的所作 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在我的前面显现 但事实上呢 我们的这个破 我们在立一个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我讲柱子或想柱子 我其实已经在破 不是柱子的这个繁体 应该是被潜移了 但是一名前派呢 他就认为说 我在建立这个柱子的时候呢 这些繁体本来是潜移的 结果反而全部都被我建立起来了 比如说 我现在看到这个柱子 对不对 那照理说 不是柱子的东西 应该是所作无常 这些都会被遣除嘛 那地狱 我现在在想到地狱的时候 那是一个总项嘛 但是不是地狱的东西呢 就应该全部会被遣除 但是呢 因为他是用显现的方式 用显现的方式 所以他不管是分别念或地狱 他觉得说 分别念 就是一种潜移 也是一种显现 他就不是把它搞混了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我在讲地狱的时候 我所有的 因为他有一个重点 就是一个法呢 就包括了所有 所有许许多多的十法 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学到 就是说 当我在建立一个法的时候 他就会包含了所有的 许许多多的法 其实这是错误的 从能取跟索取的角度来看 当你在建立一个法的时候 你能取跟索取 其实他的数量是相当的 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显现跟 他们是用分别念 用显现的方式来取静的时候 就会变成就是说 我现在在讲一个法的时候 我他的这个繁体 他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法 通通会在这个柱子上面显现 或者说我在讲地狱的时候 所有地狱的这些事情 都会在我的面前显现 而且都是实法 他们讲的是实法 实法前面不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一名前派的 他们就认为 当一法的显现的时候呢 他就本身就存在的 许许多多的实法 那这样是很可怕的 当你在建立 你嘴巴说出来一个分别念 然后心里面想一个分别念 或嘴巴说出一个分别念 就是一个地狱 这样子一个名词的时候 你所有的实法 通通显现出来啦 这样很可怕 那讲地狱的时候 那地狱这些实法 不就全部显现出来了吗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从变成顿时了嘛 你破例就会变顿时啦 这是很可怕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你都变成 我现在讲柱子是无常的 那或者我想说 金师兄你可以放到那个例子 后面那个例子吗 后面那个泡泡21 是这个吗 对对对 如果说他只要想 主法本性无常痛苦 他用分别念来想 因为他是显现嘛 所以他就没有繁体啦 他的繁体全部都显现在他的前面啦 他就没有没有把他破掉啊 他并没有把他破掉 他就变成显现啦 然后你看 而且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真实存在的 他只要成立一切法的本性 是无常在一个分别念的时候 所有一切显现的法都会出来 就出来 其实你浮现柱子的时候 他就对于柱子的繁体 无常所作 他也都全部显现 他都可以了解 这个就是历迫通时的过失 事实上这不可能的 因为你分别心是要潜移的 而不是用分别心 然后分别心的时候来显现的 如果用分别心来显现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失 这样可以吗 对对很清楚了 那只是说 他既然是显现 就是说繁体 就是说你在说柱子的时候 柱子所有的繁体也显现出来 那破例是怎么个破法 我想那个是一名前派他认为 他就是他没有 他就是只有例他没有破 他是他的破也会有一个过失 就是说他并没有产生一个 潜于的法 没有破 所以他例也错 破也错 他没有办法破 因为他全部显现了 对他潜于破同时 也有这样子破的过失 他没有潜移 对所以他例过同时都有过失 好那这样很清楚 谢谢 不会 我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家再补充 这是我的揣测 这边的时候 注意一下 这边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是对方的观点 所以分别 明明分别以限量 那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那这个错误的观念 会导致破例会同时这样子的太过 这样可以吗 那个林奇 破例阴沉同时之 这个是我们自终 他破了他的 对 破了他太过 对 所以在下面这张slide的时候 我这边用白的 全部都是不对的 道理 像这个 这个也是应该 用白的嘛 白的就是表示说 这是对方的观点 这是错误的观点 那这边也是这个 这样可以呢 这边也是白的 我们这白就是不对的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我要想请问一下 一个地方卡住 就是我们在第18课后面 也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有在提示 就是说 这个限量 限量本身 他就是好像我记得 就是说 他可以依靠自力跟他力 来那个隐身决定性 然后进行破例 这地方我老是卡住 因为我觉得限量 他竟然 他的特点就是 他只是如实 如理如实的照见对境 而且他没有分别 所以他是怎么样 去靠他的自力 他力 我觉得是说 一到他力 就是分别了嘛 那他是怎么样 靠自力 我好像 所以连续下来 第19课的时候 我对这个 我实在好像 没办法过关 请师姐 来说明一下 阿弥陀佛 他那个自力 这一部分 是原来 那个 若如实姐 在那个 所以若如实姐 也可以上来 分享一下 就是说自力 应该是在很后面 这是上一课的 应该是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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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若如实姐 还有在吗 要不然就是 每平世界 我只要说自力 自力就是那个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乙绝式嘛 这个乙绝式嘛 对对对对 现在是在这一课 尽量他是没有决定 他是没有办法决定 他是没有办法决定 像是在 对 好像是在 对 对 对这里 对 那个 那个 每平世界 您继续 他之间讲是 讲是 他是 这上礼拜 我有问过嘛 他是在下一刹那 下一刹那 下一刹那 才是属于 帕利是马 他在自力的时候 他如果有能力 可以 限量的造建 那他就已经进行 当下就进行破例了嘛 对的对的 对对 但是如果他不能 不能如理的造建 他下一刹那 他就会透过 他以前所 他所串习的 比如说 他所串习的 这样子的一个 柱子是无常相续当中的一个 一个分别的一个力量 然后去把它进行破例 对 就是 就是 第一个刹那 他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 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东西嘛 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去分别 那第二个力量 那可是第一个力量 他就已经能够破根力了 我要不要他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我有没有看见 我有没有看见 不管他看见 红色或黄色白色都没有关系 他的根 如果是没有错乱 他就可以确定说 我有没有看见 这个时间就是破例了 那至于看见什么 下一刹那就是他自己相续的东西 他就有一个分别的东西说 我看见什么什么东西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 他力了 虽然他没有决定 没有决定性 但是他有一个破例的一个能力 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讲 这样可以吗 那个男生师姐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 限量的定义 限量的定义 不是他没有分别吗 没有分别的话 他当下怎么样去破例呢 如果我看见了 那不就是力了吗 我看见这个东西 但我还没有分别 我看见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力 在那个上一堂课的那个 23的PPT里面 他有讲说 他的自力是什么情况 就是在没有错乱因的情况之下 那就自然产生决定 那什么叫没有错乱因呢 就是我看到的外境跟实际的情况 是如实的造建 因为他如实造建了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 就就已经建立了 所以他的解释自力 是因为用这种方式在解释 那另外我们在前面好像也解释过 限量 因为我们要产生限量的时候 制证也会同时升起 所以那个制证就是说 我看到我自己看见那样东西了 所以这时候也是 也是建立起来的 因为制证是分开分出来了 跟限量比量之外开分出一个制证 所以这个情况这是自力 那依靠外力 我自己上一堂课也讲了 依靠外力就是说 我们自己没有犯法知道 这个事情是无常的 我们没有定解 那这时候我们要依靠 静论啊 或者依靠善知识啊 共不断的提醒 然后我们再去思维 这样就是一个外力 就是上一堂课的解释 师姐是不是说限量不一定要决定是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柱子 我没有决定说这个柱子是什么 有所作无常黄色蓝色 我就是看到一个柱子 无分别的 这个就是已经立了嘛 那就是自立嘛 对 但我还没有我没有决定性的 我这个限量是没有决定性的 因为限量是无分别性 那决定是分别性 所以它是没有决定的 但是因为它跟外境呢 是如实照见 所以它就成立了 所以这个力不等于决定性 不是 不等于 所以要分开 对 我刚开始有点混也是觉得 那个力 破力的力是决定性 不是的 那个限量不一定有决定性 但是它有力 有破力的能力 这个力就是说我看见柱子了 那我不一定要决定这个柱子是红色黄色 那要决定就是他力了 在下一个我相续中 生起了一个分别念 就有办法来决定 这样子比较清楚了 谢谢 然后我引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一刻有讲到的 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 至正限量 因为就像 从 等于说是你分别念 分别念有正确的 也有错误的 所以你在 虽然在从内观的角度 说什么 从 符合实际的道理的话 都属于至正限量 然后 那不符合实际的道理的话 从内观的角度来讲 它也可以属于至正 然后再好像哪一个slide 它下面又讲说 所有的分别念都可以包括在至正限量 所以 它为什么 因为分别念有正确有错误的 为什么它全部都可以包 它都可以包括在至正限量呢 那至正限量它的定义是怎么下的呢 我理解 就是这样子 你说那个如理的正确的正量 就是说你说柱子是无常的 那这个是正确 那你说柱子是常有 那就是不正确 那怎么去理解它呢 就是你的自知自明的心事 你自己了知的那个心事 你去了知它的 它不管正确或是不正确 都是在至正里面理解它 那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 你是颠倒了 你是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的 但它的总体就是一个至正来了解 就是你的事能够了解 事能够了知 除了事以外 你到底用什么东西能够去了知呢 好 这是我的理解 还有刚刚那个师姐说到那个自立他立 我想那个东西要稍微迂回一下去了解 自立他立这个自立 它的内容 还有他立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那个 我们往后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先参考一下呢 是在那个观法像的地方 观法像的地方在第 我看一下 是在53克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个自立他立 因为限量 限量本身只是造件 造件 它是无分别 然后那个对 对面那个柱子就是 以无期的方式显现出来 在这个程度上呢 你说它是量 但是呢 你说限量是不能决定 因为限量并不需要决定什么事情 它只是造件 那所以这里运回一下来理解自立 和他立 可以参考那个 53克 53克呢 是在201页 它说自立的那个自决定 就它的内容 它自决定的量 它是用两种竞政 一种智政 还有一个比量 这三个来决定它的自立的 那么他立呢 它的决定 它的内容呢 它的内容是在204页 他讲说他立是一个是以起作用来说 一个是依靠串习力来说 还有一个也是通过三项齐全的这个比量推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讲自立他立 它的内容就会比较更加的完备 而不是只照字面讲说 依照别的因缘来决定 我想这个可以暂时先做参考 53克 谢谢 谢谢师姐 然后但是你刚才讲到是这种 不管符合实际道理 或不符合实际 是自证 这个我可以认同 那为什么是说他是自证限量 这个我没办法理解 请您再说一下 阿弥陀佛 一个是叫自证式吧 还有一个叫自证限量 那那个限量呢 那个限量呢 我们好像学过有四种限量 那这个我知道的自证限量呢 一就是也就是说你自己 自己能够自明自知的一个心事 好 这可能叫自证式 我这一点我也不是很非常非常的确定 我们可以再找找看答案 再分享 这个我刚开始也是很有问题 因为限量是无分别的嘛 那你说自证限量 那自证的话其实也包含一点点分别 后来我去找在五十一克的地方 也是官法相片 那那是一千零七十五月 因为我是用四个核定本看的 他说那个限量比量的本体 他都是是 那他们都是自证 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 不管你是限量比量 因为像刚刚说的 限量比量 他是开分出一个自证出来 他是三条线的 那限量比量都会跟自证千零干在一起 所以他说任何一个事 在内观的时候都不离 都离不开那个自证 所以这样一来 在五十一克的时候 他就把他认为说限量比量 他们不是他体 所以他又把他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往后学会比较明白 现在这样看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 大家就耐心再往下看吧 大家就耐心再往下看吧 谢谢 谢谢师姐 阿弥陀佛 我这里还有一个补充 我也觉得这个很有 对不起 那陈师兄 那麻烦你让我赶快补充一下 等一下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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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陈师兄就不会说我没说 还要让我回答问题了 那个我们这里 380页这里有提到一个叫 物德这个名词 同时呢我记得我们在346页呢 也有一个名词叫得道 所以这两个东西可以互相参照理解 他都是在他的内容呢 都是他的主题都是说 我们是把总相误认为志向 那总相误认为志向啊 就是说那你就从 从就就可以得到那个照了净的 好得到照了净 那么这里的关键一点就叫说物德 那这个是这个是物德 这边的名词的意思 那那个346页那边有一个叫 获得志向 那获得志向就是说 按照自己的破例意识的抉择 你抉择为存在 结果外境也存在 那抉择不存在 那外境也不存在 这个叫得道 那也叫获得志向 那我想这个地方就可以 真正我们前面学的那个 那个什么视察役啊 那三个非量式可以交互使用 就好像好像我记得有说 我们并没有看到水 但是我估计有水 那我也可以循着那个 我的估计而得到那个水 那这个这个期间的这个状况 就有这个得道和物德的这种 这种意义在内 我这是我的一点补充 我像我又看到我们那个475页啊 就是在下面23课的时候他会讲啊 他说从外观的侧面来看 五根式造建的是外境 这是根式在起作用 但是从内观的角度呢 是以分别链来进行辨别 这个是分别式在起作用 那么所谓的自证呢 他就像诸根齐全的人一样 他负责分别跟无分别式之间的联络 所以这里就讲 自证他是联络分别念 一个无分别念 之间他就把他联络在一起了 所以他会引申出一个自证限量出来 从这里我也理解到说 为什么在这里他又有一个自证限量出来 这到23课马上就会知道 谢谢 谢谢 好,谢谢大家 然后陈师兄 好,谢谢 丁兄 那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其实在这一课 我很多困扰 很多疑惑 很多搞不清楚 从一个话题开始好了 刚刚我们讲到这地狱 如果说嘴里面说地狱的话 那么低的所有特征都会在我嘴里面出现 那当然这里可以了解到说 这个他讲的是一个实体的出现 所以这当然不可能 因此就用这种方法来把它遮破 这是一个方法 可是由这个地方让我想起来说 好,举个例 在应用上来举个例 我们先念佛 譬如说我现在念极乐世界 我最希望的就是所有极乐世界的景象 全部出现在我脑海里 对,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出现不是实体的出现 但是呢,这种出现是需要 是以一个念佛人来讲 这是我的希望 我每一句佛号念出去 就希望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 智慧、清静、平等 全部出现 全部在我的印象中充满 这是我们的希望 那因此我这要问的就是说 好,以英明 以这个量力保障论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出现呢 算是取境呢 如何来取境 那么这种取境呢 在英明里面如何来圆融 说这种取境是正确的 不会说是在这里面看到说 这用某一种方法可以把它遮破 丁兄,我这个问题有没有讲清楚 有有有 那看那个里平师姐 您可以来回答一下吗 这个我只能讲设法 就是前面有讲到就是说 我想要蓝色的东西 对不对 那就像说我要念阿弥陀佛好了 我想要拿到 我想要看到 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境界 那我想要取蓝色的东西 心理想 那这个时候无论是雾的蓝色 大海蓝色、蓝天蓝色 你会就是你会得到它 总相误认为之相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对境 可是有的人就说蓝天的蓝色 我怎么可能得到呢 蓝天的蓝色 那这边是以色法来讲 就说这个叫做相似性的得到 就说你透过照相机拍摄蓝天 蓝天的形象已经拍下来了 那这也是一种相似的蓝天 那我们可以讲说 我这个是眼根嘛 对不对 眼根 然后透过这个照相机蓝色 跟心事的浅余一定有关系 你会有语言的浅余 就是有心事的浅余这样出来 那会跟你产生相应的什么 眼耳、鼻舌、舌室好了 或者是说我们的意识好了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 然后我们是依照我们的根式 依靠 这边是讲色法嘛 也是依靠色法而产生 那我就在想说 那很类似 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扣进去 陈师兄讲的就是说 我们产生了相应的根式 然后也是一种得到 那这种得到呢 其实在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扣到 索达吉仁波切讲的 是一种相似的得到 相似的得到 因为其实浅余并没有真正的对境嘛 就像我们在讲说阿弥陀佛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浅余了 不是阿弥陀佛的要师佛啦 什么其他佛的境界 然后我们是对走向进行一个执着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浅余也有 我除了一个阿弥陀佛以外的固定性的对境 我除了阿弥陀佛我还要要师佛 所以你在讲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可能会出现要师佛的境界 阿弥陀佛境界你就得不到 那是你把它浅余了 我就是固定的境界就是阿弥陀佛 那是一个总相 那会不会得到这个志向 但是这种志向可能是一种相似的 就是在这边讲不是真正的蓝天 可能就是蓝天的那个蓝色 那在这种情况我对到我现起的 这个阿弥陀佛的境向 可能就是一种相似的 什么相似的境向 这里面有讲到一个相似的获得 所以我就觉得哇还有一个相似的获得 不是这样把它扣到这个文啊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请大家再补充 照陈师兄的说法 他说出现阿弥陀佛的境界 那照心理学他在分类的话 出现不是真正的产生 不是出生 出生就是有一个实体的东西 但是师姐没听到 没听到你的声音 那师姐没听到你的声音 显现出来在你的意识里 可是你说要出生 我说如果要出生呢 那就没办法 因为那个 我们没有到那个地点 我们没有到那个地点 我们可以说是相似的获得吗 就是相似的获得吗 我们可以这样的讲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要想这个阿弥陀佛的国的话 我们也是用潜于的方式 换句话说用分别念 所以在我们的心中来讲 其实是没有一个实体的 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 这个阿弥陀佛的国的话 那就不是苏佛世界 就把苏佛世界的这些 五族二世的这些情况都被潜于到 潜于掉了 把潜除掉了 那就会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国 那这个的话都是一些潜于的作用吗 这样可以吗 那个陈师兄 不知道 有这个有点道理 这个有道理 我想 可以这是一个入门 用这个方向 用这个角度再继续思考 那个刚安娜师姐讲的 这个所谓出生 您讲的出生也是 自己心意识当中生起了一个东西吗 是吧 还是 并不需要说所谓时辰 我们不需要看到真正实体的出生 那没有没有意义 不需要去追究那个 但是不是意识上的一个产生呢 应该是 它会这样区分的话 是说出现是一个意识 就像用潜于 把它在意识里面照作出来 那它这边 它心内学里面讲的出生 出生 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所以它可能就是意识不一样 那所以很好 谢谢 那我并没有说要去想到说要有真正的出生 而是说如果心里面真正就会有那种事产生的话 至少说有这个有这个心事会往那方间走 就像刚刚丁具佣讲的 会把索柏世界这些遣除掉 然后剩下急救世界的景象 这当然就很好 谢谢 大概可以 谢谢 谢谢 那那个380页这边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你演示依靠色法产生 蓝色演示的时候 是已经变成蓝色形象的能取了吗 那意识其实好像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对近形象相同的能取 所以蓝天的蓝色也可以变成照了近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意识的形象透过这样子口中送阿弥陀佛 然后我们不管是心意识 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意识跟这个形象能取的形象是相同 所以阿弥陀佛佛国的净土也可以成为一个照了近 所以他这边有讲说修大圆满的人也可以依靠蓝天认识自己的新的本性 那我们在学净土 比如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然后依靠这样子的一个总相去能取 我也可以成为也可以变成一个得到认识自己新的本性的一个 照了性然后得到这样一个一个对境 虽然这样可以说吗可以这么说吗 很好谢谢 可以先把那个照了近的意思先弄清楚一下 那个照了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不期货 不期货心事的对境 不管是志向的法 或还是总向的法 在总向这里就有潜移的意思在内 那么或是真实的限量 还是比量的对境都在照了近中 也就说 简单的理解 我简单的理解 就是你在意识上的一种造作的显现 但是你真正要见到阿弥陀佛 希望极乐世界的所谓的净土 它的功德或什么什么 那是在静见量的范围 它并不在我们现在英明里面 观现事量的范围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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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谢谢 很好 谢谢 好的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好了 那思考题的话 我们看一下 执着蓝色繁体式 既非限量也非比量 这是对外道论识的那些部分 那我们讲说这些观点是不合理 那我们就直接讲说 这些观点是为什么不合理 那我们看从下面开始 蔡师兄还没讲话 蔡师兄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有很多问题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问 所以我要听各位师兄师姐解释 好吧 我不知道怎么问 我就回答这一题吧 这个这一题就是说 这些观点是合理吗 我们就要讲一些他不合理的地方 那就是第六个slice 这样子 那他说这个外道 他有说这个柱子上有蓝色 手作无常等 那么这样特点中是认知的时候 这种分别就成为一种浅仪 那浅仪是非无常的缘故 这个是外道的说法 对不对 那么丁师兄这边加了一个 帮我们帮忙加了一个 那个寄送在这边 蓝色非限量 不依推理非笔量 并无浅除其唯一品 此种意识整能色素 对不对 那么虽然这个是无常 那可以是我们可以 是我们安立到浅仪当中 那对柱子的是蓝色执着 这就是因为执着是一种分别链 所以他不是限量 那么他也不是笔量 那么他不是浅仪 事实上他是浅仪的 我们知道底下下第七地以后 我们就不是第七 就这一刻我们就 爬到后面就说他 他不是他事实上是浅仪 那么这个这个归属 这也讲了就是他是归属什么 就是归属在浅仪的 这个地方 那么麻烦到下一个slide第七 那么这个对方的观点 就是这边白色 他说这蓝色的链头不是浅仪 那蓝色是蓝色无常的繁体 是浅仪 那么他浅仪他没有 他没有浅出他为品 所以这个是对方的观点 他不合理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再下一个是不是下一个slide 还有谈到 第八 好 第八也可以 那我们这样决定清 我们从这边决定青色的繁体 乃分别故 他就是浅仪 就是我们这 我们讲说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浅仪 他主要就是我们是一个分别链 所以我们会有浅仪 那么呢 我们这个 我们 限量照见这个蓝色之后 我们就 我们就决定了 这个 这个蓝色在加瓶子 这是分别链 然后呢 当我们 我们刚才有谈到说 你什么时候看到啊 然后这个 看到是 就是分别的 一刹那 就是分别 然后在第二刹那 才开始有 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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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第一刹那是没有分别的 第二刹那才开始有分别链 然后 他就是一种 从分别链出来的是一种潜移 那这样我回答就再到这里 谢谢 呀 其实 我看谁 简师姐 谢谢那个 蔡师兄啊 那个 简师姐 你可以来解释一下 下面这个吧 物得照了净之像这个 好 墨先生试试看 就是他前面已经讲说 不能归属那四种量 不是限量 不是比量 又不是潜移 又不是非量 那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下面这个 对 那就是下面 因为这里还是 特别强调 潜移就是一种分别念 那他现在他的 认为这是 五分别念 这个错误啊 那这个地方啊 就是物得 照了 照了净之像 内观之正 许为量 也就是说 所谓的物得 就是把 总相 不认为 自相 并以 此真实 获得 对境 那我们今天 都一直 从以前一直 告诉我们 总相是 分 就是分别的 那只有 这个自相 才是分别 但是现在他就是 所谓的物得 就是把 总相 不认为是自相 然后以此来 获得是真实的 对境 那也就是说 人们所需求的 照了净 蓝色的自相 最终会得到 那不管是 对别人说 把蓝色的东西 给我拿来 蓝色的 蓝色是总相 还是我自己心里想 我要取 蓝色的东西 此时 对境 无论是 布皮的蓝色 还是大海的蓝色 或是 蓝天的蓝色 只要是把 总相 不认为自相 就可以获得 真实的对境 那 因为 掩饰是依靠 设法而产生 在产生 蓝色掩饰的时候 是 是 已经 变成 对境蓝色 形象的能取 也就是说 是能够去取蓝色 这样子 即 与 对境形象 相同的能取 所以 蓝天的蓝色 也可以成为 造谣 也就是说 这个能取的蜜 它能够造谣 所有蓝色的 那 内观 自正 许为亮 那这个地方特别要强调 为什么叫做亮 因为这种蓝色的指导分别 从 外观的角度 也就是 索取的角度 它毕竟是一种 未经 推理的分别链 所以 不属于正量 但是 从 内观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 实际上 它是一种 自明自知的 自证 也就是说 你内心 你看到 外境的时候 你就自己 就知道 什么东西 那这种自证 全部都可以 包括在 自证限量当中 这个是 以内观 自证的 这个角度来说 那 刚刚有说完吗 好像 这样子已经说到了 说到了 然后 自证限量 特别在 更加说明 那 承罗论施 在 《极量论》里面 那样讲 就是说 分别 亦许为 自证 也就是说 分别面 也可以承许为 自证 因为这是从 这个 内观的 角度来讲 它是呢 反正符合实际 道理的分别面 全部都是属于 自证的限量 当中 那 不仅如此 即使不符合 外境实际 道理的分别面 但是从 内观的角度 也可以是 说是属于 自证 正如 第一评 中 所讲的 那样 我们见到 毛髮二月 这个是从 外境的角度来讲 它们是不存在 因为这个 虚幻 是 没有真实的 但是从 是 也就是说 从能分别的 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 这些 与世的本理 是 因此也可以 理解为 自证 因为 这个是 它能够去分别 这个毛髮 在那个 世的角度来讲 它们是 静 跟世 是同 相等 就是 以世的角度来说 总之 是不仅正确的分别 从内观的角度 是 自证限量 而且 从 错乱 的意思 从 这个 本体的侧面 本体来 侧面 来理解的时候 也应该 安利在 自证当中 当然 从外境 不存在的侧面 它是属于 非量 所以 在外境来讲 它是属于 非量 但是从 这个 内观 内观 角度来讲 这个 也可以做 这样的理解 所以 我们依靠 英明 政理 进行观察 特别强调 从内观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分别面 都可以 包括在 制证限量 当中 那 在限量 比量 潜于中的过程 是没有的 我不知道 这个不包括 是不是要取消掉 还是 因为我这个地方 对这个 计划的理解 有问题 不包括在 在限量 比量 潜于中的过程 那是没有 是 是不是要去掉 还是不包括要去掉 好像是 包括在 哎 好像是 不 要取消掉 包括在限量 比量 潜于中的过程 是没有的 因为它原来的 我对这个地方 这句话的理解 就有问题 因为就是这样 这样一来 他说 那你这种 直做蓝色 非限量 这种 直做蓝色 这个是呢 到底是 限量比量 还是潜于呢 那这 最后 刚才人的最后一句 就是说 其实它都 在哪里 其实它都是 对 它其实都是没有的 所以它这样子 不包括 然后又是过失 所以说 你看它 它 不包括 不包括 也是一个否定 过失 是一个否定 又没有的 又是一个否定 所以可以说 包括在限量 包括在比量 或者是潜于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个不就是 或者是说 在限量 比量 潜于是中的过失 是没有的 或者是说 不包括在限量 比量 潜于中的过失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语法上面的 语法上面的 那比如说 把这个去掉 然后把这个去掉 你练起来 还会很通顺的 是 因此在限量 比量 在限量 比量 潜于中 这样子 是没有的 就是 这种过失 是没有的 好 按照前面那样子就可以了 知道意思就好了 了解 好的 好的 你这样 召唤完毕 请听兄跟着阿弥陀佛 哪里哪里 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就是这一句的时候 到底是射属在哪个范围呢 决认就是说 射属在自证限量当中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再看一下第二题好了 很快 因为快超过时间了 不分别的决定 为什么是不合理 这二位里自在的究竟医区 什么 就阿舍迪的 这个究竟的医区 是什么 再往前面看一下 哪分事情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是指我吗 是指我吗 好 我先回答 当之何者去定解 一 就是说 因为 这个 一名前派 他认为 没有分别面 是可以有决定性的 但是 我们 依靠决定性的事 他能够断除 所有唯品的一切的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 所谓的定解 跟那个唯品的争议 这两个就好像 光明跟黑暗一样 是不并存相为的 也就是说 定解 他可以决定能够 潜除争议 那这个 一评彼者断争议 就是说 我们 至终就认为 无分别面 它是没有决定性 如果限量有决定性的话 那就肯定能够断除争议 但是断除争议 并不是限量的工作 或者是它的作用 譬如 定解保登论 就说 我们相续中 如果真正生起了决定性的定解 像譬如 前后世存在 因果存在 三宝有加持 佛陀是量师傅等 那么跟他相为的 像怀疑 邪见 邪分别等 唯品 全部都会被 遣除的 这是第一个 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 那他的第二个问题 好像是说 陈纳论师跟法称论师 跟法称论师 他们的意趣 对 这个好像是在 这个好像是在 阿舍利就是指 这两面 对 对 这边 他这边就是在说 当我们说这个是柱子 这是无常等的时候 这都是一种决定性的定解 同样的 如果跟定解相为的 这不是柱子 柱子的本体不是无常 不是所作 那他就是非理作义的 他的就是属于真意 那定解跟真意 这两个实际上呢 都是分别念 并不是无分别念的 限量式 所以这两个都是 以潜于的方式 来取外境的 那所以这第一个 这个决定性的定解 跟这个真意 这两种有境呢 都是属于潜于 并不像一名前派 所承认的 说执着柱子是可以 是限量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决定不可能是限量 如果说 那怎么样来 以潜于这个方式 来取境呢 首先是要以定解 比如说我认为这是柱子 那么柱子以外的事物 就已经全部被遣除 从而建立柱子的本体 在分别念面前 是这样取对境的 那真意呢 那真意呢 是如果我认为柱子是常有 当时虽然这种座椅是非理的 但是在座椅面前 柱子常有以外的无常啊 瓶子等其他的事物 全部都被遣除了 所以也是也是以这种方式 来取对境的 所以应该就这样子是吧 应该就是这样 因为下面那一句呢 下面这一句就是讲说 这个就是那个阿舍迪的这个观点嘛 那这边其实在讲的时候就讲说 那这个分别性其实有两种 就是有正确跟错误的 那只有这个 这个复合道理的这个是 可以断除争议的 那错误的当然不能断除争议嘛 那这个是侧之理者就是 这个侧之理者就是 这个侧之理者就是 沙迦班子达啦 还有这个两位理智在啊 这些 这样可以啊 谢谢那个 谢谢乃芬师姐 好 谢谢 感恩 阿弥陀佛 应该这个很明白了 那分别取显现有境有三大过失 那这个我还是请一个师兄来讲 好了 灵气世界你来讲吧 就是分别取显现 那这边有三个过失啊 其实就是这边 魁一魁二魁三啊 看你能不能简单的讲一点 好 这个第一个过失是 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它是以显现 它就是以分明分别以显现量 它就是分别念 或者是名称 我们在起外境的时候 它已经有 有否定 它否定非它本身的名言 也就是 就是说我们说柱子的时候 柱子以外的所有的事物 都已经被我们 被全部否定掉了 所以在做明言 分别念的时候 这个这样的名称 或者是解定性的分别念 就是柱子啊 那如果说对方的观点 它是以分别念 或者是名称来起显现的话 就是以显现的方式 来衡量外境 对方的观点就是 认为显现是有分别念的 那我们就是要破例它 那破例它的话 就是说如果说显现的话 如果说如果说是显现的话 那这样说我们说柱子的时候 柱子的我们看到柱子的时候 那连非柱就是它的繁体 也全部都显现出来的话 那它建立跟破例都是同时成立的 那它就根本就也没有办法立 也没有办法破了 因为在 因为以分别念它会可以显现 就是说基本上它们的观念是错误 就是显现量它是没有分别念 可是它们认为有分 显现量是有分别念的 然后繁体也是可以显现的 也可以显现见到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它根本就没有 所有的景象就在前面 它没有一个主体 它也没有办法立也没有办法破 所以这是第一个过失 那第二个过失就是说 如果分别念跟语言都能够起外境的所有的现象 那这是不合理的 就是一个外境的所有的不同名称 只是成了一名 就是不同的名称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不同的 这个过失就是很大 就是说一个失误从分别念的角度来讲 它可以起很多不同的名称 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柱子 它有蓝色的 它是所做的 它会有无常的特性 这些它们都既有不同的功能 还有作用 可是那个一名前派 他们认为说这种分别念和语言 它能够起外境的所有的现象 所做无常 这些全部都只不过是不同的名称 它其实上是一体的 就是说它只是名称不同 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事物的所做无常 这两个名称 其实就是名称不同 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异 那因为这个我们再说到法 因法是这个三项 我们需要用自性因 我们需要用自性因来推理这个法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名称 譬如说 柱子是无常 因为是所做之故 那这个柱子 它就是一个是 无常的话 就是 是我们要推的 是一个中 我们要推的法 我们要推的法 那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所做 那因为是所做的缘故 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 它到了很久的时候 因为它是物质的 所以它一定会被破坏掉 一定会坏掉 所以它是无常的 所以这三个特性 就是在柱子上 我们看到这三个特性 它都有 它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 它不是一体的 那一名前派把它认为这个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特性 全部都是一体的话 那 当它全部是一体的话 那就是等于柱子 也是 所做的就是无常 无常就是等于柱子 所以这个既然都是一体的话 那我们的用自信音来做推理的话 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因为它这样说起来就是等于是说 这是瓶子 瓶子就是瓶子 因为它是瓶子的缘故 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同的名称 最主要就是说 一名前派把它认为 它是所有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 那所有的特色 所有它的特征都只是不同的名称 因为它是实际上在合在一起的一体 那这是第二个过失 那第三个过失就是说 以繁体分极潜移 以比例名有时 有时以自认显现乃错乱 对方是认为 我们根本不会有你们这样讲的过失 因为这些名称互相推理的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无常所作等 这些全部都是从繁体的方面来安利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自终就认为这更好过了 我们就很容易回变了 因为如果都是是繁体的话 那就应该是成为潜移 如果是潜移的话 它说你们说无常所作 全部都是以繁体来分的话 那它的有境 决定就是潜移了 那如果是潜移的话 在那么所作无常等 除了在分别念面前 假例之外 它根本就不会有实质 没有实质的话 就没有这个无分别的限量 就是不可能见到这些繁体的 那如果你说以无分别的试 来见到这些繁体 那这就是极大的错误 因为限量不可能见到繁体 所以不管是一名前拍 或者是我们一般世间人 都会认为无分别试 能够照见繁体 这是不合理的 就是其实它错误 跟第一个错误也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第一个错误就是 它认为繁体可以显现的 那基本上这些繁体 它都是分别在分别念上面的 分别念它不是从显现的 而它是从心理作意产生的 它是一种潜移的功能 那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是第三个过失 非常谢谢您提示 那这个其实到了最后 讲最后一个太过的时候 就已经把对方说服了 因为最后他说以繁体来说的话 那就变成这个浅鱼 那浅鱼的话就不是限量 那浅鱼的话也就是说 也就不是显现了 那所以我们下面下一课 还有一直到25课都会讲浅鱼 那我们这18课 19课 今天19课 就把显现这边就全部都讲完了 那我们到了这边还有没有问题呢 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 要不然我们就回向了 那我们来回向好了 此福以得一切智 吹福一些过患敌 生老病死有波倒 念度有海诸有情 念以此殊胜的共修功德 及三世所累积的善根 及三世一切凡胜 有漏无漏的善根 西皆随喜 并且不皆回向 三世诸佛如何回向 我亦如何回向 回向佛法兴盛 高僧大的长久住世 尤其是以所大及堪空为主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 请他们广转法轮 回向至他一切有情 临命中的时候 卷出所有的违缘 迅速自在地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并且回向一切佛教修行者 尤其是我们班上的 有一切在学习英明的 在闻思修的这些道友们 身心安康 诸事吉祥 违缘尽 顺缘俱足 相续中的两种菩提心 不断的增上 闻思修圆满 早日成佛 卑自立身 并且回向所有疫情受难的众生 愿他们能够迅速自在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是能够早日脱离 这些疫情的困境 也请大家自我回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现在来 放最后的回向 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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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